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邦 今天这期视频又到了我们该交作业的时候了 那之前客人定制的一批啊 印度小椰子堂的订单呢 其中有五张全二成皮去星二标料的长方凳啊 今天总算是打磨成品了 所以提前交一小部分的作业啊 那录一期视频呢 给喜欢小椰子堂的朋友啊 薄薄眼福 带大家看一下真正的 三千亩金膜白胚的子堂家具啊 到底有多漂亮 这款气型呢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王氏香载谱载测的一款纸组啊 长方凳啊 非常漂亮 客户呢 定制的是五张全部去星的二标料 并且面板都是两拼制作啊 厚度1.2公分啊 三千亩白胚筋膜啊 今天在自然观下面啊 真的是非常漂亮 所有金星老料牛马纹都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大家看一下 我们调出来的这个子堂料啊 真的是油性非常漂亮 自己都忍不住去夸 真的料子油性太好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自然观下呢 所有材料啊 子堂的油性呢 都是非常明显 大家看一下 4乘4公分的腿料都是去星 包括面框 牙板 横撑啊 每一根料子的油性 都是高油高密的品质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状态就是白胚没有上漆 没有打胶 没有打蜡 非常非常干净 一颗中眼都没有啊 就是在自然观下 这种料子 说实话 小叶子堂的家具啊 材料比气形呢 更重要啊 真的 气形呢 非常好做 但是选材啊 这个是没有上限的 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呢 仔细的看一下 这五张方的呢 我们的一个选材 备料 挑料的一个标准啊 每一个面框 牙板 腿料啊 牛毛纹都是非常的细腻 肉质感都是 高油性的 大家可以看到 牛毛纹 腿料是非常的非常的明显 因为民事家具啊 它是非常讲究用料的 因为不做任何的雕花 只有牙板 有做一点点线条 这个牙板是轻地起线的 所以看起来更加有立体感 这款气形啊 就是啊 左边两边是两根横撑 正面是一根横撑啊 整根 整张翻顿呢 虽然看起来用料不大 但是其实用小叶子堂来复刻的话 做起来真的是 耗料不小啊 大家看一下 所有我们挑料的标准呢 一目两开的面板都是带有水波纹 还有金星和牛毛纹 这个是小叶子堂 比较开门的特征 但是 面板料要求厚度1.2公分啊 要开出来这样的瓶子就比较难得了 虽然是五张比较简单的民事方凳 但是用小叶子堂我们来复刻啊 用料都是非常非常的严谨 包括工艺细致每一个环节都是打磨到位 金磨到白胚三千目啊 这个三千目真的不是 说说而已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表面的这种呈现了镜面的质感 并且边框抹头全部都是带有金星的泥料 这种方便呢 就是之前有拍过几期视频啊 就是我们挑料回来的这个黑皮老料开出来的品质啊 看一下有些开出来还是有几率带有这种水波纹的 像小叶子堂家具刚刚成品的颜色就是呈现视频里面这样的 非常鲜艳的橘红色 这个是小叶子堂材料刚打磨出来 还没有进行白胚和空气发生氧化成黑红的效果 非常的自然 那有些家具大家可能定制就是一成品可能就是呈现黑红色的那种那种料啊 家具一定要小心 是有调过固化剂的啊 真正白胚金膜的家具就是如同视频里面这样的 非常干净鲜艳的橘红色 它会实际上随着时间慢慢的氧化慢慢的变黑 而且材料油性越黑 越好到时候氧化起来越黑啊 看一下哈 油性好 我们打磨到3000目就会呈现这种镜面的效果 非常漂亮 真正的高油性小叶子堂啊 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 无法抗拒啊 真的做出来家具 哪怕是一张小凳子小条案啊 都是非常美观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调料的标准啊 每一根土料啊 这种料子漂不漂亮 牛毛纹 金心啊 横称小料大料都是一样的标准啊 包括我们定制都是全透明化的用料 组装之前每一根材料白配都是可以验的 那大家如果有喜欢高端定制的 可以私心下方哈 可以关注下方 给我们点点关注 感谢大家